我很高兴 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先生会见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中澳关系曾长期是走在中国 同发达国家关系的前列的 值得我们珍惜 过去几年 中澳关系遇到了一些困难 这个是我们不愿意看到 因为中国和澳大利亚 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 我们应该改善维护 发展好两国关系 这个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也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 和世界和平的发展 我们的相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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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保佑 您�腾身 第一个 我们找到 五国 成天 亏相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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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快